在这一边呢,它是undirected ground,然后它有6间物质 然后,它有一个salesman要visit每一个物质,然后它第一间从A出发,最后一间去到F 然后,它要的是最短的距离,然后它只去一次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边,如果给我随便选的话,我第一条是A去使用 因为这边是最短的嘛 然后过后呢,我感觉我应该会来这一边850 可是我来这一边850的时候,去D的时候呢,我就去E,然后去B,再去F,这样就没有办法去到了Wall 所以我就来这一边600,然后再来这个780 然后,它要这个最后结束,所以我就来850,再来800 OK,这个是我第一个尝试啊 但是事实上,感觉上这一个是蛮远的 如果我是900,然后600,500,然后850,450 OK,我就看一下到底哪里一个路线会比较少 所以我A去B去C再去D再去E再去F的话呢 它这个是900加600加500加850加450 这样我拿到的这个是3300 哪里一个公司的特别人 然后,可是如果我刚刚这个A去C去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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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去F的话呢 它是600,5加600加700,850加800,850加800 这个就3680 啊 还是我HD 再来这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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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我先HD 然后再来走这条线 再走这条路线 然后再走这个路线 再走这个路线的话呢 像我HD 然后D去CC 去BB 去EE 去F的话 它就750 加500 加600 加780 然后再加410 然后我拿到的是3080 OK 嗯 所以我这样的话 应该是这一条就是它Shorted Distance 了啦 然后它要的是KM 3.08 KM 这个是它Shorted Distance 了 这一边 再来这一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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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OK A 3.08 KM 3.08 KM 对了